大家好,我是在官网和你一起长知识的王慧 今天我们把目光看向珠三角 来聊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到东莞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虽然现在2020年都进入倒计时了 但是提到这座城市 还是会有不少人暧昧一笑 调侃起这里的灯红酒绿和足域按摩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东莞大概是全国被误解成都最深的城市 许多人因为一些有色玩笑 忽略了这座工业城市的实力 今天我们就从东莞的底牌制造业讲起 看看它是如何抓住机遇 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 又是怎样痛定思痛 将代工厂变成了梦工厂 让华为、大疆、OPPO、Vivo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 在这里齐聚一堂 东莞是广东省的一个地级市 位于广州、深圳之间地处珠三角腹地靠近香港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注定了这座城市就不会平凡 7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时 这里还是广东东江行政区下属的农业县 农业劳动力人口超过80% 工业十分薄弱 只有一些烟花炮竹、五金机械、草汁、腊肠等加工厂 大家都穷得叮当响 很多东莞的年轻人为了求生、谋财、铤而走险偷渡去香港 在拿到香港居民身份之后 他们会经常往家里寄糖、寄油、买回电视机、冰箱 甚至在村里盖上几层小楼 有段时间,当地一旦谁家有人逃到了香港 家人就会放鞭炮庆祝 其他人就会说 哇,这家人去喝牛奶咖啡了 牛奶咖啡是当地人给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当然了,当时逃去香港的不仅有东莞人 还有来自广东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偷渡者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 作家陈炳安耗世22年 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 收集了大量资料 最终出版了报告文学《大逃港》 他说《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 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崔生珍 东莞的机遇来自改革开放 1978年7月 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实行办法 允许广东和福建开展来料加工来建装配等业务 广东决定先在东莞、南海、顺德、潘宇、中山五个县先行试点 借着政策的东风和地缘优势 当年9月 中国第一家三莱一补企业太平手带厂在东莞虎门镇成立 标志着东莞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 虎门大家应该很熟悉啊 就是当年林泽徐虎门硝烟的地方 三莱一补里的三莱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建装配 一补的意思是补偿贸易 这种企业主要的经营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 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由本地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港商张子弥 当年香港持续上涨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把张子弥的两家工厂逼到了倒闭的边缘 得知内地的改革新政之后 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带着几个手带和一些原材料就来到了东莞 在考察一家服装厂时 张子弥拿出了手带 请工人们尝试复制一个 看看当地工厂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怎么样 为了抓住机会 工人们通宵赶至 第二天一个一模一样的手带就摆在了张子弥的面前 惊讶之余他立刻拍板要投资200万港币在这里办场 当时的200万港币可是个大数目 最终他看中了濒临倒闭的太平竹气场 并与东莞二清局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把这里改成了太平手带厂 1978年8月30日 那张标注着月001号的三来一补协议在东莞诞生 协议中写道 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 东莞二清局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一个半月之后 太平手带厂正式投产 工厂采取香港的管理模式 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键计算 手带厂曾经的销售科长回忆说 当时厂里每人每月拿两三百元 比起干竹气每月28元多了十倍多 很多人拎着积压 想走后门进太平手带厂 第一年工厂就获得加工费100万元 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太平手带厂的成功开办 吸引了大批港商来东莞投资设厂 港商之后台商也来了 1988年7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 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 上世纪90年代东莞的台商规模有多大呢 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 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 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 港台的资本和设备加东莞的土地和厂房加内地工人加香港出口渠道和欧美市场的模式造就了东莞发展的第一波奇迹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因为经济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飞速发展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被人们称为广东四小虎 而东莞则光荣斩获了广东四小虎之手 那时候全国的流行语是孔雀东南飞百万民工下东莞 这里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 利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契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 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 1995年东莞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亿元 而同年全市GDP总量仅为296.29亿元 外向依存度达到了433.8% 到了2007年 升格为地级市不足20年的东莞 经济总量月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纯收入 分别是1978年的120倍 84倍和76倍 创造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 全世界每十双鞋就有一双来自东莞 全球每五个人就一个人穿东莞毛衣的外贸奇迹 东莞发了大财 赚那么多钱干点啥好呢 这是那个时候的东莞有钱人经常有的困惑 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 香港的富豪基本都是靠房地产和酒店发家的 反正钱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拿来投资酒店吧 我想把你这全包下来 得嘞 带头的几个人赚到了 其他馆商纷纷效仿 到了2008年 东莞的星级酒店达到99家 包括18家五星 25家四星 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被业内称为东莞现象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 东莞遇到了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巨大挫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 国外订单大幅下滑 当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则规范了雇用方式 东莞的外贸企业集体遭遇了寒冬 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发展时期走向终结 2008年拥有6000多名工人的港资企业 东莞和郡玩具厂应声而导 以玩具厂为代表仰赖外贸订单的企业大面积关门 形成了东莞企业的第一波倒闭潮 纯粹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难以抵御冲击 有的倒闭 有的转移到中国中西部或者是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地方 留下来的企业也只能谋求转型 东莞转型阵痛期又恰好遭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削减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采访的研究结果 中国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达到峰值 此后逐步递减 许多专家判断这一趋势短期内很难逆转并将加剧 2015年世界经济疲软 万事达 连胜 诺基亚等企业的东莞工厂又一次纷纷关停 外界猜测东莞是不是出现了新一轮的倒闭潮 有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 传统大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 那些自身运营水平没有得到改善 又欠缺品牌和技术支撑的代工类企业正在退出 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 腾龙换鸟转型升级无疑是痛苦的 可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持长期竞争力 东莞提出了四个忍得住 忍得住暂时的正统 忍得住暂时速度的放缓 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 忍得住社会的非议 产业链有低端中端和高端之分 低端产业链想保留发展与欧美市场 人口红利要素成本等紧密相关 不是想保留就能保留的 而中高端的产业链也不是想出现 立马就能出现的 转型历经多年 困境也一直缠绕相伴 有媒体曾报道称 2009到2014年这六年之间 当地的GDP增速有四年 未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 艰难时刻 东莞又遇上了扫黄风暴 2014年2月9日 央视曝光东莞色情 舆论哗然 东莞市迅疾出动 6525名警力 对全市所有桑拿 狱卒以及娱乐场所 同时进行检查 并针对节目曝光的 多处涉黄场所 进行清查抓捕 东莞很快陷入 扫黄事件的舆论漩涡当中 当地花了近30年的时间 打造出来的世界工厂的名号 迅速被网友打上的 信都标签淹没了 扫黄之后 与色情业相关行业的 食物链断裂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座城市不可避免的 又迎来了阵痛 当时东莞的一位副市长 在开会时吐槽 民间传言 色情业占东莞 GDP比重10% 如果今年经济真的上不去 就会给人留下笑柄 说东莞真是靠色情经济发展 东莞多年存在的色情行业 对GDP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没有具体统计 有区域研究专家表示 即便有影响也是轻微的 除去肿瘤的世界工厂 会更健康 重重压力 倒逼着东莞加速转型升级 尽快突围 2014年 东莞推出了另一项重要举措 机器换人 用现代化 自动化的装备 提升传统产业 在用工紧张 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提升机器的办事效率 来提高企业的产出效益 从2014年到2017年 东莞连续三年 用市政府一号文加码 成功掀起了智能制造的热潮 先进制造也需要高科技人才 2017年底 东莞又正式提出 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如今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 成了东莞先进制造业的符号之一 全球每四台智能手机 就有一台Made in东莞 全球出货量最多的五大手机厂商当中 东莞占据三家 华为 OPPO和Vivo OPPO和Vivo两个品牌 都在东莞长安镇诞生 是名副其实的德比 2018年 华为来了 中端总部 落子东莞松山湖 松山湖成了东莞的又一张王牌 这里汇集了华为机器 华为中端总部 中级集团 新能源 等一批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 这里还蕴藏着整个珠三角最强的科研能力 在东莞大郎镇 一片郁郁葱葱的荔枝林当中 坐落着我国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 中国散烈中资源 这个有超级显微镜之称的国之重器 是我国成为继英国 美国 日本之后 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脉冲式散烈中资源的国家 众多国内外科学家慕名探访 散烈中资源 南方光源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重大平台的聚集 推动了松山湖成为全球难得一见的科研制高点 中国物理学家陈和生院士说 若干年之后 在松山湖畔偶遇世界级的科学家将不会是意外 而这一切都孕育着东莞第二波经济腾飞的动力 回首过去40年 无数的厂妹打工仔 把东莞推向世界工厂的宝座 千万技术人才又把东莞产业结构推向了新的高峰 从农业县到制造业名城 甚至这个不社区的地级市 许多镇都是各具特色的世界级行业制造中心 期待下一个40年 敢为人先的东莞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点意思 请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多多通过评论来和我进行互动 我在各平台的小号都是王惠预批脸 大家可以关注我 告诉我你的家乡在哪里 你想听什么城市故事 希望大家奇怪的知识不断增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